民進黨的517大遊行 現在好像內憂外患不少 昨天蔡英文上了一個電台廣播 阿鳳孤禄報的訪問當中說 517如果民進黨的支持者要嗆小英 也沒關係可以一起上街來 有人說要來跟你嗆是嗎 是啦這段時間以來 有些人對中央黨部在處理一些事情 有些意見 我們說一個黨大家意見都一樣 那就不叫民主進步黨 民主進步黨傳統 意見就是很多 大家對不同的事情也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大家覺得主席做不好 還是中央黨部處理不好 要跟中央黨部還是主席搶聲 那也是做主席要承受的 所以你有那個北斷這麼受人 是啦是啦 你如果要搶主席 還是要對出去表示不滿 其實主席每天也接到很多 鼓勵主席的 也有罵主席的都有啦 我們如果是做一個政動 做一個民主政動 如果對主席不滿意 也都是隨時都可以表達 那就是沒有問題的事情 蔡英文在這個電台的訪問當中 說被這個嗆聲是應該的 常常有的是喔 但是他昨天在中央黨部接見一些 獨派大佬啊 蔡同榮啊 姚家文等人的時候 跟他們吐苦水卻是說 一個黨主席呢 一天到晚動輒就被嗆聲 這個黨還能夠存在嗎 就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說他被嗆聲這件事情喔 蔡英文應該也是滿痛苦的才對喔 森大佬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蔡主席 昨天在電台裡頭這個回答 不管他有幾分真心 幾分假意啦 我覺得他回得很好 很有氣度啊 很有啞亮啊 那大家擔心說517 我覺得517他應該擔心的是 到底來的人有多少 如果人不夠多 因為幾天前好像高雄 所以現在愛酸團 已經暖身一次了 人不多 因為今天意思就是說 對馬英九施重不滿嘛 尤其沒頭路的要來參加 但是我現在覺得沒頭路的 恐怕也沒心情怕雞頭啦 他們認為怕雞頭也沒路的 他們甚至有一點覺得說 這也百分之一百 完全是馬英九的責任 所以我覺得 不夠人開始煩惱嚴重的事情 如果裡頭有人要嗆聲 借機要嗆聲小英 那這個小英是說 反對嗆大英小英的一起來 但是我覺得真正嗆小英的人 我覺得他的強度 不會高過要嗆大英的 我覺得如果那天會參加的人 大概都是對馬英九不滿的 如果現場看到有人借機 要對蔡主席不滿的話 那些人也會說 你不要亂掉啦 這個今天的場 你不要把它誤導到那個方向 如果說對馬英九沒有意見 只是對蔡英文 因為地方提名的不適當 比如說台南縣的基層 而來參加這個遊行的 我覺得是絕無僅有 應該是沒有 所以當然有這個隱憂啦 大家尤其是外邊的人看 會覺得說你們內部都有問題 這個遊行恐怕辦不起來 我覺得辦不起來的 如果辦得不好的原因 恐怕這個同仇敵愧 覺得馬英九太糟糕了 我們現在這個民不了聲 大家一起來遊行 這個熱情到底有沒有才是關鍵 那現在民進黨內部的 所謂好像分裂的 因為這個提名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因素應該沒有那麼大 所以蔡英文說他要跟清律的民嘴溝通 因為他們覺得中央 黨中央太軟弱 所以要跟他們溝通 就希望517能夠辦得熱鬧一點 溝通如果通的話 這些人就不是民嘴了 這些人的民嘴就是 要跟你搞到底才叫做民嘴 沈醫師我跟妳報告一下 有些民嘴一天到晚跟人家吃飯 也叫民嘴 主席你剛剛講那個故宮兩邊 應該是在針對這一塊 對啊 應該是這一塊 那已經到了後面這個 這兩個才有辦案 遲言與否的問題 這個沒有遲言與否 這個案子壓了 他可以慢慢辦啊 他壓了就壓了啊 他舉檔最大 他說他有八次啊 他有去拿八次 吊券吊八次 叫吳英不要再說謊了 那現在問題就在這裡 我們剛剛講拍馬屁的 沒有人查嘛對不對 那調查局這邊 有沒有壓案子 吃案子有沒有人查 也沒有人查啊 所以不會有人 不會因為沒有人查 所以不會有結果 那藍營的 我把他們的陰謀講一下 他們陰謀 他們其實叫楊謀 他們希望這個案子查一查 南院就不要蓋了 不然不會一次追打 就是希望南院不要蓋 因為南院擺明的是 要落差錢 阿嬤他們叫我替替說 我的證監要蓋 我們就繼續蓋 那多少七十億了 所以這是跟馬英九逼公 不是 因為你蓋下去 可以想見啊 因為我也不是專業 我可以想見 又是一個文字館 你蓋的是 到底什麼 我都不講 這個是那一天啊 在十一九 因為十一九要補充 那不是民進黨辦 是他們民間社 本土社團辦 本土社團辦 那大家看這一張 這一張是他們先遊行 然後再開晚會 這一張啊 如果人夠多 因為號稱有將近一萬人 人夠多不應該這樣拍 應該怎麼拍 應該這樣拍 應該空拍吧 用人到附近的大樓頂樓 由上往下拍 人才會坐 你看這張一定 不是在高雄市這個中公 在集會的時候 你看這樣怎麼有一萬人 他們是號稱一萬人嗎 對啦 我看這個畫面應該是沒有 也不是說 一張照片放不下去也有可能 不只說 這是他們本土社團 自己發起的活動 那唯一四就不一樣 這是本土社團同樣辦的 唯一四是誰辦的 民進黨 像民進黨辦的 民進黨辦 我對蔡英文說的 最近去讓人搶到一句 其實主持人 你有帶你放出來 他去讓人搶到一句 蔡英文你喊台獨啊 你為什麼不講台灣獨立 這樣叫他在搶喔 這樣就搶嗎 叫做教室啊 沒有啊 咬死啦 就是這個叫 咬死的意思 你不知道 請你喊台灣獨立可以嗎 蔡英文不喊 這樣叫他用搶 蔡英文講一句 很不要臉的話 我念給大家聽 為了證明自己有所堅持 蔡英文說 他在阿扁當總統的時候 當年四年的入委會主委 對於主權 一點都沒讓步 中國認為最難應付的人就是我 無恥 自己無恥 中國認為最難應付的人 你跟陳董有什麼不一樣 你跟陳董差不多 中國會把你蔡英文當個咖嗎 全台灣最難應付的人是 你是選總統的宣言 中國認為最難應付的人 不要那邊不要臉 無恥到極點 這種人說 幹民黨黨主席被嗆 沒有人嗆你啊 叫你喊台灣獨立你也不敢喊 不敢喊 然後說 中國認為最難應付的人就是我 你怎麼會難應付呢 喊台灣獨立才難應付好不好 莫名其妙到幾點 然後說要上 算了啦 昨天那個 不是現場 那是預錄的 連現場都不敢 其實跟馬英九水準是一樣 馬英九上call in 馬英九不敢接call in 馬英九的call in都是 馬英九結果你專訪是沒有call in 他有接過call in 有一次專訪是真的call in live的call in 算了啦 那個都安排好了 馬英九那個 沒有安排 你問鄭春琦 我說我跟鄭春琦還有董志森 我們在友台 他那個現場提問的人都安排好的 提問問提問什麼你知道嗎 內湖科學園區做得這麼好 請問馬市長你有什麼 跟ECFA的民調是一樣 他都gay 沒有他那一次來訪問特別費 結果接完現場call in之後 後來就出庭了 就出庭了 我想這個都去刺激要說 剛剛要嗆他 我們都是對於掌握權力的人 民進黨內部至少不管怎麼樣 他們會嗆 我覺得這是好事 那蔡英文這個態度也很好 可是不要含混其詞 就是說到底嗆的 內部他們嗆的那個是什麼 我是覺得從老百姓角度要 第一個要把衝突爆發出來 這個總是要有個方向嘛 要嘛合要嘛分 該分的分該合的合 因為以前有權力在一起 哇大家有個崩管理 該分的時候不分 大家航洩一氣 現在因為是沒有權力沒有資源 開始弄 我覺得至少就某種角度來 是個好事 大家不要覺得這個事叫做亂 等一下再談這個亂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好事 第二個如果說今天 大家對於這個馬英九這邊 也應該來嗆啊 剛剛那個沈醫師提到說 有關大英跟小英的事情 今天如果民進黨五一七發動 為什麼人會少 老百姓今天很多人想去嗆馬英九 動不動不掉 但是不願意跟著你民進黨走嘛 這都被你利用 當你的火牛鎮 你們這批叫做是什麼東西 被你們接收 今天民進黨已經失掉 發動群眾的正當性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重點 至於另外一個說 剛剛講盆土社團 你到底多大動 你說還是要回到一個重點 今天整個經濟不好 馬英九失聲不好 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們為什麼要跟著你們 這綠的走 綠的裡面不管你是台灣社團的 台獨派的 還是所謂的民進黨小英 台獨都喊不喊出口的 你沒有正當性嘛 你今天這個事情沒有解決 那我認為他們至少在解決過程中 可是反觀過來 民進黨大概說 我是覺得他比較好 好 國民黨現在沒辦法奔 大家來團結 不要脫光衣服來檢查 一兩個時候 開始就說這種 這是奇怪的事情 今天如果台灣有救 就是藍營的 本身主動發動遊行上街 去搶馬英九 因為為什麼這樣起來的時候 大家想搶馬英九說 好 至少我不會被你國民黨 不會被你民進黨利用 五一七大家不願意去 今天如果藍軍的人 正義之士自己主動起來 搞馬英九 效果最好 馬英九會最在乎 綠的來講 本來就不投我的 本來就不投我的 今天難得出來 所以大家一定覺得說 哎呀不想 已經夠亂了還搞不亂 大家已經受不了了 有人在丟小孩 這個不亂嗎 這個亂 但我告訴你 我們的亂是我們在受苦 陳隆講的那話什麼意思 台灣這麼亂 騙人慣 這什麼玩意兒 他是誰 他是皇帝 他一直在管我們那樣子 我們要叫誰管 今天台灣的亂 是上面在統治階級在亂 老百姓這個是受苦 他兩個都沒分清楚 然後把製造貨源的統治階級 沒有譴責他 還說 要叫這個人來灌 我們怎麼給我們灌 陳隆的問題出在這裡 不是他不可以講亂 這個亂的性質是什麼意思 亂是誰造成的 他含無其詞 他跟統治階級站在一起 我覺得該譴責的是這個事情 所以我認為說 我們老百姓特別是藍的 帥化民地運方這些 你們今天帶頭上街 帽贏就說 效果比什麼都好 你不要淪落到有一天 跟民進黨一樣 沒有政權之後 才來搞這個分裂式的 要有政權之後 是自己起來修理自己 自己清嘛 老百姓要的是這個吧 不過蔡英文在昨天的 民進黨的517遊行的 規劃會當中 本來是講好了 就是當天這個 遊行完就要離開現場 不過現在預留了一個伏筆 就是說 要試情況激動決定 要不要結束 是不是要這個 做一個比較長期的抗爭 是不是因為大家說 這個民進黨太軟了 所以現在留下這個伏筆說 不一定喔 我們到時候要不要走 不一定 是準備埋國召喚 無限抗爭嗎 如果有這個能量 你就做 有這個能量嗎 有這個決心嗎 我不認為 民進黨自己都挺不住了 我談一下這個 對黨內嗆聲 我剛好看到今天電視 這個伊朗總統在聯合國 也被嗆了 那伊朗總統 我們都叫獨裁國家啦 神權政治 也很有風度 他內容我不贊成 但他至少有風度說 你任何人面對不同的意見 務必就像伊朗總統一樣 這是我對蔡英文主席的建議 517被嗆聲也要這樣任命 517的遊行的正當性怎麼樣 我認為他有正當性的 如果針對馬英九的施政 這個心力除弊 不服人民期待 正當性是有的 這是憲法所賦予的 但是你的動員能量 春林兄講得很好 你這個道德力量 你自己能不能動員起來 能不能號召民進黨 始終以外的人進來 我也是存疑的 包括你主題是什麼 517的主題 我上禮拜也講說 還有幹狗這關禮 你這個字眼人家中產界 可怕都會有一下 情緒的發洩 當然有這關禮裡面 這都是要考驗你黨內始終派 要不要進來 這語言 你語言就是不妥 那個就不妥了 很多粉領族 怎麼有這關禮 這是人家會疑慮 你主題夠不夠明確 包括像ECFA問題 你是情緒性的說 就是向中國傾斜 但是也不考量 我們台灣在這整個 東亞這個經貿市場 我們變原化問題怎麼辦 你不能自反對說 你不能簽 但這個問題也要一起解決 你民進黨應該很理性的 提出你的看法 怎麼辦 你可以跟國民黨演雙簧 做槓 但是如果這樣一味的反對 人家也看不懂 國民黨對ECFA的論述 已經不清楚了 我們也搞不清楚 你民進黨也不知道 要反對什麼 都模糊了 更重要的是你517的 有人量能夠到晚上不出事嗎 陳寅寧事件 是以打警察 丟汽油彈中場 這個印象大家非常深刻啊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解決的話 你517晚上敢撐到半夜嗎 敢撐三天嗎 以我目前對民進黨了解 有這個決心嗎 阿扁早就把你蔡英文看破了 他說你朝九晚五是不是 如果沒有這個能量 就不要講說埋鍋召喚了 有秩序進場 有秩序退場 把主題更明確 怎麼號召民進黨以外的人進來 這一點蔡英文主席要自己面對 我認為嗆現在是沒有用的 也就是陳水扁寫給蔡英文的信 想得很清楚 他以李清安那個雙重國際案為例 他說你們那時候就應該把27名立委 就帶到凱勞格蘭大道 然後就帶到那邊埋鍋召喚 就觸法在所不息 被他抓到這裡都沒有關係 陳水扁是這樣鼓勵他們的 為李清安事件 為李清安事件 他是從國際事件的時候 小提大做 不是 他這意思是這樣 陳水扁寫給蔡英文的意思是說 你們民進黨要像他們當時那種 不惜作奸的精神 而不是出來喊口號 槍槍槍聲他就回去了 朝九晚五 但是我認為我同意忠信講的就是說 你現在沒有這個能量 你現在要槍槍槍唱什麼聲音 你像馬英九經濟不好 那你又沒有提出來 比他更好的經濟政策 馬英九那麼壞 其實你民進黨 馬英九民調這麼低 民進黨發動罷免嘛 對不對 具體的行動 有效的行動 不要說觸法 合法的行動 你來做啊 弄不起來 你在那邊叫叫叫 然後去又怕人少 嗆馬英九你們 嗆馬英九人少 那現在嗆我好了 說不定 兩個一起像 大英小英一起像 說不定人多一點啊 說不定兩個大英小英 鄭老師剛才有呼籲上街啊 兩條路線 在路上打起來 說不定更精采啊 更好看啊 這樣製造這種能量 那台灣會不亂嗎 你們這樣子看他一般 老百姓的心理 每個人都同意你們這樣做嗎 人家說不定走過去的人 讓你進去笑話又覺得怎樣啊 所以說台灣的這種 都現在意見是很多元的 我認為現在 這種光用嗆聲啊 什麼幾號來嗆聲 這種東西 都積不起什麼能量 什麼能量 告比黑 channel 好我們先進廣告 我們先進廣告